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一段时间 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 出门党的意识 从中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 本土党的意识 绝大多数都是从政治角度去回顾的反思的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就是从管理权的角度 为什么呢 因为共产党的发展 它的成功 我觉得不光在政治史上是一个奇迹 在人类的管理史上 它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大家都知道 当刚组建的时候 也就是50多个小组成员 召回一大13个代表 这个当时大家就比较了解 其实是警方军的成长发展 一开始也是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的 南墙起义 三万多人 打到最后呢 可能到 诸多他们转向干栏的时候 最少的时候 剩了六万多人 毛泽东领导的秋秋起义 一开始是五千人 也是遭受了很大的挫折 真正1927年 好像11月17号 毛泽东带上锦岗山的时候也就有两百多人 这还是在队伍被打散了 打成三多人的情况下 最后呢 一路收拾 怎么说呢 收拾残兵网 然后上锦岗山 两百多人 但就是这么一个 非常弱小的军队 最后 在二十二年之后 真正统一了中国 一九四九年 适与李警方 毛泽东登上天文的时候 当时 联名缴军在一百五十万里 不仅真正统一了中国 消灭了国民党霸离了正规军 而且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全国开展的大中国剿粉运动中 我记得了 光中南军区 中南六省 大概剿匪 一年多吧 一百一十五万 云贵川剿匪 一年多是一百一十六万 就是可见当年 有无数只 像毛泽东 当年在上锦岗山那么大的队 但最后 都被剿灭了 我觉得最能反显起 当年战略力 恐怕还是新中国第一仗 就是开国之一战 抗原厂战争 内厂战争 永远不该忘记压战争 为什么呢 是内厂战争 打出了国威 打出了金威 打出了新中国 这六十年的和平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在那场战争中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 职业较量 近代史为什么能够趋务 实际上就是落魄 挨的 另外国女军运都极端的羲弱 现在很多人讲近代史 讲得比较聪明 其实你仔细看看近代史 就觉得当年那个历史简直是不堪回首 你比如说 像这个鸭鸭鸭灯 那是中国近代史的挑战 那是英国人派军舰到中国挑胜 最后和中国打的第一场 近代史上第一场 我看过一个资料 其实英国人当时做了十几种小的炮车 大概有几千种 最多是百万万人 但是你中国好说西部人口大国 英法联军火烧人民元大概一万多人 八国联军也就是几万人 我最近还看了一个资料 你像当年九十八事件 说张军良不抵抗 几十万大军败出关外 当时据说挑战的 九一大事件发生的时候 关中军也就是两万多人 那么龙不潮事件 这是抗战军开关 我看过一次 当时华北部军军打起 首先挑战 华北部军军多少人呢 也就是一万多人 而且打了以后 这个当时关中军还说要 要帮忙 要帮他打 因为是兵力不够 华北部军军都表态 说不用你帮 我没有人不够 我们说我得一调 为什么他担心这个 将来打胜了仗 他分工的话 是不赢 就是在中国境战史上 随便来手炮箭 在中国价格能打炮 就打得一点半分钟 签订多个上线的 那么这一段历史 什么改写呢 实际上就是 毛泽东 他创建这个党 创建这个军队以后 带领 我们的革命 绿血奋战 作为改写的 非常清楚的历史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资料 就是当年抗战胜战打胜了 胡耀邦同志 当时是 团中央书记 第一书记 他带着中国青年代表团 参加世界青年大会 在这个大会上 宣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 朝鲜停战协定宣制了 中文明军和朝鲜明军 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军打败 这个消息宣布 世界各国的青年代表 都起立 热烈鼓掌 大概整整鼓掌 37年 就是 近代史上 就中国历史太虚异了 这个 这个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民怒 太虚异了 被日本欺负的 这个 就是 那些历史 不堪回首 那么这段历史 什么时候感情 我其实是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美国最多的时候 它 海军的近一半 空军的 空军的三分之一 陆军 也是 它能动用的 它都动用的 最多时候 光美国一个国家 就有五十多万军队在朝鲜 但是 到最后打的实在是没办 大家 其实 因为这些时间关系我们多久了 咱以后可以看看 朝鲜停战协定的最后一次谈判基金 你就知道 什么是把美国打的 没办法 当年美国人谈判的时候 朝鲜谈判 其实朝鲜战争是 明年十二十五正式爆发的 咱们正式出兵 明年十二十五正式出兵 那么 打完五十三以后 实际上战线三八线这个部队下来 双方互有攻守 那么 当时是作为全世界的热门 所以市民各部都在劝谈 然后开始了 朝鲜谈判 朝鲜谈 美国人一开始根本不够好好跟你谈 我记得当时美国人提出什么要求呢 你谈谈可以 你必须后退几十公里 让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2万什么概念 朝鲜半岛一共才22万平方公里 大概北朝鲜一共才12万平方公里 让出1.2万来 那凭什么呀 他说凭什么 我有军舰用吗 我有军舰用吗 我空中优势 还是优势这么明显 你不过让自己的土地做补偿补偿 所以朝鲜谈判 谈得非常坚困 那也是可以说创造了多个经济区世界纪录 你比如说有一次谈判 他想让他不让 咱们当然也有理 你站场上都不回去了 他们桌上想要走 那没关 所以有一次谈判 咱们代表给对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对方他答不上来 因为他没道理嘛 他干脆耍四个 他耍赖 就是 他不回答你的问题 那谈判的应该我什么问题 你提的问题我答 我提的问题你答就要谈判 结果咱们的谈判代表提了问题以后 他就没听见之后 一句话不说 咱们代表说你说啊 有什么意见你说啊 他就不说话 结果呢 那这怎么谈下去啊 最后我们后方准备来说 他不说咱们也不说 坐下去 结果双方代表就是 你更往我看的里面 坐了一小时三十个年 这恐怕是谈判史上的起问 还是谈判 双方做好以后 因为没话说嘛 就开始宣布说 你没有什么话说没有 没有 谈判结束 大概谈了二十多秒 到最后 每个人也幽默 拿了个钢盆出来说 既然咱们谁不让步 咱们是不是这样吧 咱们这个 才正版面吧 谁才对了 对方让步 你看这大国谈判 都谈的这种程度 实际上呢 最后每个人 仰谈了去 所以叫飞机大国机关上谈判 他不赢 他不赢 所以朝鲜谈判 美国人是先后 两次突出谈判 按照毛泽东法说 他谈个赢了 平常打 打赢了 没想过来谈 结果他既没有谈也没有打赢 最后不得不 老老实实的 在朝鲜谈判 签认 就是像原文总监人卡拉克说 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 我创造了一个国光才的机构 你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 在没有打圣战的签认 签认相对 我觉得 为什么把朝鲜的人 这点讲一讲 因为这个军队刚创建的时候 毛泽东当时都跟谁打仗了 他某种程度不趁现在是打仗 你看那都是地方军阀 甚至当的一个厄霸定主 叫肖加币 带着名环就在打毛泽东附近 毛泽东其实打得最惨的一次 就在一个江西随时而建的一个大分镇 那是让肖加币带着名环打的军队 整个把毛泽东就打散了 第二天跟着毛泽东跑了 跑了三十年 这是1927年的十月底的算 就是当时特别特别弱小的队伍 那么二十二年之后 就建立新军国 二十三年之后 早上朝鲜半岛 和号称世界第一军强的美国 所直接较量的 而且美国和当地的美国 和今天美国都一样 它是在国立经济地的鼎盛时期 当时它的国立生产总值 占西方发展过来的一半 它的外部储备占到百分之八十 它的钢产量是八千七百多万吨 而新中国当年才六十万吨 还不到零头的零头 而且包括英法 加拿大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十六个国家才占 占南朝鲜十七个 那么打下来 他们又占到任何平面 我觉得 这不光在军事上 就是那么小一个武装 就发展起来 而且能够和第一世界第一军强 就能够能够交手一点不落下方 这个不但军事的情形 也就是在管理史上也是个情形 我们现在学管理 像谁学的 往往像优秀的企业家学的 但是大家想想 你再优秀的企业家 无非是成功创办或领导的企业 可想当年毛泽东 他是缔造了一个党 缔造的军队 打下一个天下来 这种巨大的事物背后 必然更加丰富的地方 这就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去研究 去学习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很明显 在中国搞起来 你照搬国外的一些 比如经济教材 或者跨工资的学工经验 恐怕不行 为什么呢 你管理管理就是要管理 在舵同梦华病 它成长起来 它有不同的家庭学家 有什么的收入方法 所以你照搬国外的东西 这个 你肯定的使用要够病 正因为在时间中 犯了很多病 所以这几年 不知道大家 注意一个现场 国学又想 国学谁在学 一个小孩在学 家长带着孩子 学了三十七七 弟子龟 都要做这个道理 但真正找那些大学 办的一些国学法 主要还是一些管理者在学 没什么管理者 他想起学多学 其实还是有点需要 他在实践勇敢到 要管好中国的 在中国办理企业当领导 你必须要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 中国自己的管理思想 那么 中国的管理思想在哪 其实现在 常见的这么清楚 一个想做这版家 像我们先秦的那些 这些老的 这些 咱们做这版家的抗神 像抗神去管理思想 这是什么的 第二个再早一点 想义经啊 八卦啊 民党五行啊 中医啊 想从这里面去 继续管理社会 还有一个 就是 这些年 台湾啊 香港啊 那些海外去 回我讲的 中国是管理思想 再有一个 就是咱们 国内的一些 著名企业家 他们的管理思想 现在这个 谁的管理思想 谁的什么 管理思想的研究啊 反正我知道 像张宁永 吴传志啊 林振飞啊 王氏啊 马云啊 研究他们的书 那就是 哪个人少了一个 多的可能提示 确实 像优秀的企业家 又成功了管理者 学管理 这是 学习管理学的一个图境 但是恐怕 你再成功的领导者 也不如王冬当你成功吧 就是我刚才说的 他可不是工 缔造一个城市 他是缔造一个党 缔造一个 就是打赢了天下 他的成功 绝对不是一般的 所谓企业家 什么相比 新兴助子 这些管理思想 确实是我们 中国传统文化的 大脑之外 就是本源嘛 源头 这个可以学 要学好一头 你会受到好多启发 但是毕竟 原来永远 《易经八卦》 里面也包括了很多 管理智慧 这个也可以研究 但是你要想把《易经八卦》里的东西 能用到《易经八卦》里的东西 能用到《易经八卦》里的东西 这个 所需要做的创造性转化 那就 可以功夫到下面更大一些 所以我觉得 要真正的 就是中国式管理 非常现成的东西 就是 毛泽东 他创建了《红色管理》 《红色管理》 《红色管理》是什么管理 实际上就是《红色管理》 如果严格的一下定义 他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几代中国共产党国 继续传统文化的计划 特别是传统治国里的计划 用马克思统 讲理改造 在治党自军 治国的成功实践中 所形成的一套文明 首先 创立一套理论 毛泽东 他作为第一代领导体系的核心 作为党 这个军队 这个国家的步骤 他的作用 他的贡献 其他人不论可理 但是 又不选了他个人 毛泽东一再说过 他的东西 实际上是来自群众 是集体制度的建筑 毛泽事实之后 党的其他领导人 也都有发展 所以我们讲红色的观点 主要讲毛泽东 但不侷限他个人的思想 也不把他的思想 完全看作是他个人的 一个人的作品 其实我觉得这个观点 应该是可以常立的 进行传统文化的进化 其实这个不是随便说的 确确实是毛泽东的东西 就是继承传统文化 很多东西 你比如说 传统文化 当讲官一讲怎么讲啊 他讲 当考的领导 要做之君 做之心 做之师 就是要有君主这样的权力 要像父亲一样 官一样的部下 同时要像老师一样 来培育你的部下 那么毛泽东在这些方面 他就非常成功 而且呢 他不光是做的非常成功 去分的非常明显的成效 而且他在领导上 也大大丰富的成功发展 比如说做之师 怎么做 传统文化中 提出的这个理念 也有一些 所谓成功的案例 但他那个诗呢 一般都是 就是读书人带他的学生 毛泽东可不光是带独秀人的 他带的是一支队伍 这是队伍 有文化的 也有文化比较高的 但是很多都是不实责人 他能把这些人带出来 那是非常不简单的 我们现在很多管理者 动作一些人 布下素质低 员工素质差 其实想想毛泽东当年带的是什么 带上井冈山的 有像罗伦还讲的忠诚 忠诚的战士 但是好得也好多 什么破产农民啊 担心福果啊 什么游民无产者啊 就像是说 勇王无产者吧 这样的人很多很多 就别人认为 最不愚昧 最落后的 最不成气候的一帮人 在毛泽东区间 最后成为大部 拖不乱 战不上的铁区 这都是管理者的写计啊 所以毛泽东 对传统文化工具 他多有继承 但更重要的发展 他都是一个简单的继承 那么他发展 源头在哪 实际上他是 就是用源自西方的 马克思主义 最初步的传统文化 这个传统的制国里面 驾驭改造 当然这个事件外 就具体讲到 具体讲可以 在哪一点上继承 在哪一点上改造 都可以去做很多很多事 所以毛泽东的这套东西呢 应该说 它是东西方 优秀文化 相结合的产业 但更重要的 我觉得毛泽东 这套管理 事实上来与什么呢 就是 制党 制足 制国的成功事件 你比如说 就拿毛泽东自己的代理文说 毛泽东晚年多次说 他说我文字的时候 有了很多理想 比如说上学的时候 他文字很好 文章写得很好 所以长大想当个读书人 当个文化人 写文章 后来上学学的诗诞 这一段时间最高的一小时 当小学校长 后来呢 又半三天评论 但是媒体公司在做 到最后又 这个 就是 参加政务活动吧 当过国民党政权部代理部长 所以那个时候 一心一意地搞政治 他上景文山带兵打仗 完全是鼓励上文山 国民党除他政策 那大司发国民党人 所以他一开始他说 我并不会打仗 也没谁我打仗 什么双吉兵法啊 什么克莱塞尔森 像这种论 那些都没看过 但是 他 重视实践 向实践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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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地基因体感动经验 最后成为人类意识上 最伟大的军事宠传 最伟大的军事家 说实在说 毛泽东是最有大的军事家 我觉得完全可以不加之一 咱们一般来说 说准确一点 可以说最有大的军事家之一 但是毛泽东不加之一 我们也可以 因为没有其他的军事家 能够跟他相比 所有军事家 或者说 他喜欢最有的军事助手 或者说他打了一些 多次打胜仗吧 作为军事总算 毛泽东是既有 有影响的军事助手 足以传世的军事助手 又有显赫的战功 他两方面肚子 而且这两方面 恐怕 都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 你比如说出战功来说 现在西方 海军事家 海底地是谁 应该是哪分 西方现在 小军事家 可能海底地的 把战功所分配 哪分呢 他一生号称长城相比 一生打了无数仗 实际上他统计理的 大概打了无数仗 绝大部分打赢了 这就是大概说 长城相比 军事家 但是大家知道 哪分之可打了两次打来的 当了两次的军事 毛泽东一生 大概有人统计 打了240个仗 直接和指挥 和参与指挥 有1个仗 大概晚年 他经常掰的时候 给人手 打了几个打的不好的仗 什么高杏文战斗啊 什么武官场战斗啊 土城战斗啊 南群战斗啊 这几个仗 实际上你仔细看一看 他不是打败的 他是给敌人打成平手 没有大任的消灭敌人 没打成千叶战 他仍然没打好 那其他的仗你不用说了 确确实实 王龙英冰真公审 常文主歌唱王龙英冰真公审 那是不夸张 这个毛泽东啊 之所以在治党治军 治国方面 取得这么大仇人 应该说他不像我人的 除了他自身的小贱 他非常聪明 除了自己的状态 更重要的 他这个梦影非常多 他是在实践中 不断地总结罗索经验 越来越成熟 所以我觉得现在学管理 有大约三套管理人员 一个就是咱们主流的 在西方的管理人员 现在你看大学里教的 基本上是这一套 西方呢 如果咱们经常说的 蓝色文化海洋人员 那么西方的管理学 就叫蓝色管理 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 现在学国学 国学院的管理人员 黄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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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 远之这一块的 管理系统 成为黄色管理人员 那么我觉得还有一块 就是 我刚才说的 红色管理 这是毛泽东 可以代表的 几代中国过程的 既从创造文化 精华 用马克思议 改造 在智当之兵 智国的成功实践中 所形成的这套管理人员 这套理念 我觉得非常值得管理 我不知道今天咱们在 下面方面有多少 是搞管理的 如果你是搞管理的 或者对管理有兴趣的 其实不往回头看看 毛泽东 就是我们既要学西方的 也要学中国传统的 但实际上告诉咱们 还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 就是这个红色管理 那么红色管理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 它有些特在 它的根基非常深厚 它是扎布林·马克思议 这个基本领域之上的 它非常系统两者 为什么 它这不是毛泽东 作为苏宅里写出来的 苏宅里我写出一本书 我这颜值成名 就有根有据 那可能就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你在实践中的 产生的管理 它是一定要非常全面的 你少在哪方面 就跟一个木板 少了哪个木板 就成为水 所以它是非常系统的 非常完整的 有身后根据 非常操作成非常强的 特点我们的就是 给大家介绍 红色管理的整个体系 它是包括的 管理哲学 管理理学 管理方法 到领导意识 完整的一套东西 那么我们这几年 没了这个做一些工作 大概把它多多少少看 或者实际门课 现在也在给一些企业 给一些各行各领的管理 给各行各领的管理者 来介绍我们的小管理者 但是实际门课 我们一讲就多了 我觉得最主要的 如果想毛语学管理 有三文课 那是最主要的学习 哪三文课呢 第一个就是毛语学的管理哲学 特别是关于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的认识 我们现在一般的讲 安比利亚就是有一套体系 这套体系中呢 讲管理哲学的很少 讲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的有一些 但是不是这种名称 但实际上毛语学时期 很少讲管理人员 他对各级干部培训 讲到最多的 就是思想方法的方法 他认为 你一个当领导者 实际上是你才认识 如何正确认识问题 如何正确解决的问题 正确认识问题 就是思想方法 正确解决的问题 就是工作方法 所以当领导者 必须掌握正确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 那么毛语学这套体系 应该是他的思想最精华的一块 但是这些年 我也发现 或者是不讲 或者是把它剪成一个歪 你比如说 毛语学金水杂都知道 大家上全球球 是十字熟势和全球面线 这个十字熟势的语学 大家都知道 也经常把它挂在纸边 当着口号来喊 如果你只是喊这两个口号 那没有任何价值 如果你只是把十字熟势 就是简单化的理解 他就亏毛百毛 这两个行的好 那说是爱国 学不学 那无所谓的 其实哪个管理者都知道 你要说十字熟势 十天前 这个标准 这个都知道 但是 真正你要学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他不是这么学 你比如十字熟势 按毛泽东本意怎么解决 十字熟势 是客观事务 是实行规律 所以十字熟势 就让你深入到客观事务中去 调查研究 把规律找出来 按规律办事 这样才能获得成功 这才能实行 那么你说十字熟势 你光有意愿不行 光含口炮不行 你必须有一套本领 哪套本领 那么有第一个调查研究的 你得会调查研究 咱们老说毛泽东思想 是马列宗 和普遍原理和多个 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这个结合点在哪 就在调查研究 毛泽东为什么 给他同时代的很多 领导的是高明 高明的什么地方 就是他高度重视 一种非常善与的研究 通过对中国国庆的调查 他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研究 所以毛泽东注入了很多 但真正他当年写的调查报告 是他最看重的 为什么 是他最重的研究 所以你要想真正的学管理 你不学调查研究什么学 现在你说 管理学生是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上来给你 战略分析 战略分析给你好多模型 什么死卧槽 什么PST 什么武力模型 讲了很多 好像以为你把这模型 你掌握了 你都会战略管理 就能提出政治的战略 其实 那个模型再好 它只是一个 分析概括问题的框架 你武力模型 因为优势劣势 机率的威胁 那你去找 你去调查研究 那不会自动的 你的数据 跑到你跟前来 跑到你脑海里去 你这个 就是 PST 就是政治经济 文化科技 讲社会 讲这些因素 这些因素都需要你具体的分析 所以你 不会调查研究 你光会一个模型 把模型背的带通 那也没用 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好主意 其实都来自调查研究之中 你调查研究的 你没有掌握 你没有战略决策 才有一个可靠的根植 这是第一步 就是调查研究 第二个本领 总结经验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小的故事 就是 六五年 国民党先中 在京城里 服务了乎入国 李树的秘书 崇斯远先生 崇斯远从四十年代 就非常免得毛泽 所以建了毛泽以后 就是握着毛泽的手 就是讲 他在国外听到的 在海外听到的 对毛泽一些正面的 自己的评价 结果 毛泽一看 被人握着手 夸是有点尴尬 所以毛泽突然打断地说这些话 说崇斯远 你知道我是靠什么吃饭的吗 这一下崇斯远 不知道该怎么答了 毛泽是靠什么吃饭的 什么意思 其实毛泽突然 扮上来笑地说 他说我是靠我准备今天吃饭的 这好像是一个文章话 但是我觉得真是把毛泽的 这个成功的 最根本的东西点出来 就是善于准备今天 他不会打仗 他为什么会打 就是他打了胜仗 打了万仗 他善于整洁 把贵律找出来了 所以胜仗越来越多 拜访越来越少 相反 你说新勿扩成以后 毛泽多次讲过 这个错误能力 为什么呢 所以谁也不是神仙 你打仗 有一个负学费 摸索的过程 负学费的过程 你搞建设 在中国这个非常落后的过程 搞建设 也不会上来就打胜仗 上来就取得成绩 也会遇到挫折 但是经过挫折以后 有了郑凰仗 这些教育以后 善于总结 那就越能了 这些录作会越总结好 所以啊 聪明的人 不是那个什么 记忆力非常强的人 什么 联工力非常强的人 真正聪明的人 就是善于总结经验 就是不二过的人 所以毛泽多次的 这个总结经验 是他 强于其他人的 重视总结经验 善于总结经验 是他强于其他人的 非常强的方式 是成功的能力军 第二堂研究者的经验 这还是算 第三步应该是贴建思想 就是说 还要贴建思想 一个经验 它是一些感性的东西 就是这么做 效果都好 这么做 效果不好 这些经验 但为什么 这个它并没有回答 所以你还必须要把 经验背后的规律 找出来 把经验 由于成立的 得以成立的原因 就是要提炼出思想来 这样的用思想 实际上就是 就是你实事求是 真正在才真正的一个事 把这个事找出来 按一个事体办 然后才有可能成功 所以这个调查研究 总结这些体验思想 这都是 你需要通过实事求是 需要通过实事求是 所必须要掌握的能力 你不掌握这些能力 你很难做的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不是一个良好的院长 但你要做的这三条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要真正掌握的能力 因为你这个调查研究 总的这些体验思想 都比较理论是大 所以毛泽东 他不但是最好的老师 他曾经也是最好的学生 他非常善于学习 毛泽东 不光是爱汉说的 他也非常善于学习 毛泽东的学习方法 他的学习理论 都是自从起义 到现在都能过失 总之 就是拿实事求是来说 你不把这个调查研究 总结经验 提点思想 包括学习理论 不把这四个本领 真正掌握 你很难做到实事求是 当然 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 这些理论的一块 就是这样 包括毛泽东讲的 一般也个别想说 领导理学习理论 抓点心 紧熬麻雀 纵石艳田 心中有树 弹钢琴 等等等等 他是把一系列的 他是把冲向的哲学原理 把它变为一系列 好学好用 管用的 思想方法 或者方法 这些东西 可以直接阻挡我们 领导公教世界出去 西方前一年是讲 领导科学 这两年 不怎么讲领导学了 开始更多了 领导力 但是实际上 西方的讲的领导力 还是相当于毛泽东 带兵的最好的东西 怎么打到团就要 还是这个东西 毛泽东讲领导 比他高领导刺 他从哲学上来讲 他是讲 如何提高领导者的 精神境界 改进领导的思想方法 就是一个价值学 与认知学学 这两个话 他都有非常深刻的见解 当领导 当搞管理 说到底 说实在就是一个问题 一个是经经经济的问题 一个是思想方法 分别方法的问题 而毛泽东这两个话 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这是一个大话 具体的讲 这也讲到很多 包括时间关系不多讲 然后再有一大话 是毛泽东的带兵 就是他把一支 以落后的农民为主的官兵队 打到的时候 一直战不上的程序 他的队友 到最后 说是打不垮脱不烂 应该说 是不为过 就是不算过分夸张 其实毛泽东对文 你说战不胜 是有点夸张 哪有 哪有不打败仗的 毛泽东说 打十仗 打六七仗 能打胜 那是好样的 因为战场情况 是个瞬息那边 敌人不是 敌人三个不是失速的 但是呢 你打了败仗以后 这个队友 他都能回来 打不垮脱 说过来 这个是非常的简单的 这是毛泽东所有对手都非常佩服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你像 《张提良回忆录》一段 就是当你先去的之前 这一段圣诊时 不要和红军和共产党讲和 然后又和抗日 其实他讲了一个什么观点呢 他就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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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带兵军打个账 你想想你带兵军 能带到像红毛军这样吗 爬雪上过早就两万五千里 经过那么多磨难 这个队友人不散 你能把兵带成这样吗 张提良说 反正我是代表这个样子 所以就凭这个 这个红军就 共产党就找面过呀 所以你想把共产党消灭以后 再一打日本 根本不可能 其实毛泽东的所有对手 都非常配合他这个戴队友人 现在我们很多企业 往往都说 这些企业发展思路还是很好 就是队伍系 特别是队伍的农居力 执行力 其实现在 抓了一股管理的好多现实问题 都可以从毛泽东当年的 连军之道地获得起发 毛泽东他当年在对我 严格的说是一些 就是文化素质很低 就是别人最看不上的一些 你想刚刚说的什么破产人民啊 百云兔夫啊 立马无产者啊 就这么一句 但在他的统帅下大造下 这会从连军是打不过 突然站不上的手机 这个确实不是偶然的 那么毛泽东他有一套完整的 关系上显现 何欣华生英 华文业图 他在何欣什么呢 就是他提出的 全民权的内部的竞争中止 另外有两个重要的抓手 一个叫思想建设 一个叫整个建设 同时还有一些特别有特色的内容 比如说如何抓技能 如何抓作风 如何抓民主管理 如何抓内外团结 如何抓人才培养 等等 内容非常清楚 这些东西是直接可以用在我们企业关注的实验里面去的 可以解决我们企业关注的实验里面去的 突然一些骨干跳槽了 不然自己走了 把技术带走了 把市场关系带走了 甚至把一些骨干也带走了 另一门户 反过来扣原企业竞争 现在很多企业就是这么 后来被搞垮了 后来被打扫 我有时跟企业要讲 我说你看你们现在很没设施同声 但是很少听说军队出判军判架 但是八十多年前的正好相反 八十多年前的判军判架 基本都出了之列 大家可以看看民国史 民国史就是个军阀背叛史军队滑变史 那大人物怎么起家 有权有势大人物 几乎都这么起家 怎么倒台的 他手下背叛他就倒台 当时为什么军阀会让民国老生 就是因为军队都是个人军队 一个军长就军是我的 一个团长就军是我的 至于一个年他想拉这种种类子 一个年长就军队拉着 但是近代史上 大概只有一些军队 就是毛泽东那条军队 没有 几乎没有判军 什么叫几乎没有 比如说政府队刚被收入过来 还没进过撤底改造 那还可能拉走 但是你只要按照毛泽东去管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了 你再想拉拉不走 判将那那没办法 临撒什么样东西 比如说其他人 你像那个 产党一大大会主席 九十人大张国焘 张国焘最后的判将 但是张国焘判将的时候 一个月都没在想 为什么呢 这个军队它有一个非常凝确的宗旨 用宗旨来民居民心 所以产生了吉祥的民居力的战斗力 所以我们是军队讲 比如说你想怎么防止判斥判斥的 好好看 毛泽东内就给了好多好多其他 再有一个说 企业管理 现在最长的一个必要问题 指执行的问题 这我刚才说的 我这个主意是很好的 就是执行的不利 其实执行力问题是什么问题 执行力是个综合的问题 也就是说 它是由很多很多原因造成的 它是个现象 它不是实质 你真正好好分析 执行力强弱 造成执行力不强的原因 你们会发现 就是有些问题 就算论设计去讲 那效果不好 执行力啊 现在一般有两套打造方法 一个是西方的 打造方法 就是西方科学管理的方法 那无非就是说 当有个战略构想以后 如何把它变成工作计划 然后如何分配到各个整个部门 各个小的单位 分配到人头 就是 首先讲计划 再讲组织 然后再讲什么呢 讲组织 讲程序 讲流程 如果计划组织 只是把任务分下去 通过流程 解决控制和协调问题 把它就连起来 那么 最后 还有什么动静 就是机制 所以现在你们看 西方 讲执行 讲来讲去 大家讲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现在想学 硬管理 那好好想西方讲 但是学习软管理 用思想打造执行力 考虑优秀的文化卡的执行力 那么 想好好看 毛鸣同时 毛鸣当时对话 他也没有那么多 没有严格的计划 也没有 这个组织 也不像现在 那么那么健全 但是他有极强的执行力 大家想想 你看历史上的 跟其他影片中 那个军队冠军队上的任务 都是请收账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而且是说到做到啊 他不是包吹有话 那个部队 有极强的执行力 它是有一套方法 就是 如果西方 他是靠硬的部队打造执行力 那毛鸣同时 他是靠思想打造执行力 靠思想打造军力 它的效果 那么就不一定就重做了 有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西方管理学 甚至越增加 特别是在对人的管理上 咱们像西方的管理 其实大家看看 西方的管理的 俊西的东西 那和毛鸣讲的什么有影响 你比如说 如何调取原本基地性 这是管理的第一要因 管理是管理的 管人 其实最根本是要调取原本基地性 如果每个人都想干了 想把事情干好了 那个管理就简单多了 那怎么调取原本基地性呢 西方 原来他从经营向上出发 他提出了大到家乎的管理师 就是说 你生一条机制 在这个机制下 员工按照你的要求做了 你就可以满足他的要求 给他他想不到的东西 如果他不按你的要求做 或者做了不到位 那你就惩罚他 扣他的钱 甚至把他开除了 大到家乎的要求 大家就知道 其实西方现在科学管理 经过除太阳政开除 开始到现在 将近一百人认识 基本上万一便不得其中 讲来讲去 主要是就是这一块东西 但是现在西方 现在已经开始转型了 他的感觉在知识经常下 再看着再靠大方家乎的文化 都不行了 必须要从思想文化 到这个原型 要建设给予一个 优秀的写文化 要是靠这个来教育 其实这就和毛鲁讲的 越来越向了 确确实实 这个 历史与举举很多啊 你比如说 大家可以看看 咱们对面就是人家学 人家学出一套书 就是西方的那个 就是 MBA的经典教材吧 都是翻过来的 你看那个人力资源管理 德勒斯写的 人力资源管理 他的第六版 有个改版前言 他怎么说啊 他说 新型这样的 人力资源管理 要以培养员工的 奉献精神的核心 就过去 咱们一讲 西方管理 我们的大伙家伙的 就是什么的 我们志宏啊 林立小真实 其实 西方现在不是一样 他是以培养员工的 奉献精神的核心 他开始想奉献 而且他很有意思 他说 他全天都想奉献 比如招聘 怎么招聘 奉献 培训 怎么培养员工的 奉献精神 考核 怎么考核 员工的奉献精神 奉献 自我奉献了 然后 奖厂怎么向你奉献 政治人员的情节 他通篇奖 他通篇奖 你看他那个书里 他看那个书里 哇 他真是跟毛泽东 当一个共产党 之上 非常像 其实也不光是一个方面 还有很多方面 所以我说 这个毛泽东 在带兵 他曾经创造的人力 也是创造的人力 严实的情节 就是把 落后的 别人最看不上眼睛 就是落后的 容忍 大量的战略 什么体制 他这里面 很多东西 都是个人心 我说他举个例子 你说 现在都讲 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社会 学习型企业 学习型社区 等等 大家说 学习型组 组织 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其实你看看 毛泽东 毛泽东 做的 早在上个世纪 三十年代 就是比特盛基 提出军组织的概念 六十年前 毛泽东明确提出 要把党 要把军队 变成一个大学校 而且如果说 比特盛基 只是写了 一个书 提出的概念 毛泽东 可不是提出的概念 他是真正把 富山党的解放军 变成一个大学校 战争年代 那个军队 这就是大学校 其他不说 你看五五年生 受了一些高级将领 开国将军们 你看这个文化成都 他入武前的文化成都 没法看的 大家知道 比如上将领 其实又是和尚 王正是姚宫 杨正是打铁的 像黄永生 好像放牛的 就是这么一个人 好像是入武前 一个阵不认识 但是到了军队 这个大学校以后 最后成长了一代 名将 那怎么排的 那是培养出来的 毛泽东 那真是 十一年人民建平之本 在如何培养人 创出了一项新路 而且他是 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视 我们举一个例子 你看上井冈山 1927年 10月27号上井冈山 当时上井冈山才200年 但是11月初 也是过了十一天以后 在井冈山上就开始 搬掉了盾 就开始开了林产 有时候我跟企业家讲过 说咱们平安 哪个企业家 都没有这种境界 没有这种身份 刚成立起研究 开始开了林产 毛泽东当然确实 他都是这么做的 这个 中国近代教育水上 其实有两个情境 一个是新南联党 新南联党应该是 培养了一大批克力下 五十年在海峡两岸的 科学家中 三分之一是新南联党的 失声 另外一个就是抗大 抗大 前后办了十一年了 实际上是被共产党 为邦路军 西子军 培养了二十万干部 二十万当年什么概念呢 抗战结束的时候 有西子军邦路军加在一块儿 正规部里六十万 加地方部里六十多万 一共才一到二十多万 有二十万进入抗战训习 说是在共产党 最后打听他总是讲 主要靠这种平衡 所以抗战的教育经验 现在你把它概括出来 用到的系列 用到咱们各种类型的组织 都去培养管理层上 那就不过时了 包括我发现现在很多有名企业的 他的企业大学的那些教育方针 和抗大当人体制的教育方针 非常像 从这个概括的那些话上 非常像 总之毛泽东 在用戴军方面 他是创造了奇迹 至于毛泽东 最值得学习的这些三块 他要运营 那就更为止了 刚才说毛泽东 运营的正宗神 那真是一样 一生打来二代 长冬勇打胜 而且呢 主要 绝大多数人 都是在 整体战场城市 都是比少胜多 就是 自己 比如说川普洋 人数也是远远幕后的对手 但是始终能往上打胜 那真是创造人类 战队市场的奇迹 现在的企业 其实经营中 企业管理所 最常 最需要做好的两点 是主义的竞争力的管理 竞争所对外 就是在竞争中 如何战胜的对手 管理所是对内部 综合管理好你的资源 实现你的占领运成 这两块 企业叫经营管理 其实他和部队的指挥管理 是依非应的 指挥 对军事员 就是指挥人 就是如何在战党上 去战胜的对手 管理呢 全体是如何战好 那么 毛泽东这个用兵啊 那 我刚才说的 是真正创造的奇迹 那么 他的兵法 有一整套东西 这套东西 我觉得不光可以用在战党上 完全可以用在商战 就是战略管理 你有说现在 咱们和安靡有一个重要的课 叫战略管理 我最近已经有在看西方的战略管理 你看看西方的战略管理 再看看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你会发现毛泽东战略思想 有非常多的可取对手 毛泽东战略思想 有三个层次 一个是战略观和战略制度的方法 第二个是具体的军事战略 第三个呢 就是战略的执行 就是战略管理的方法 它的最大的好的成分 它不光是具体的战略 它是把具体的战略上升的一个成分 就是战略观和战略制度的方法 所以这个是完全可以用到商战地区的 我也把这个毛泽东的整个战略思想 也终合了一些概念 而且和西方的关系系列 西方的战略管理里面 做一些对比 确实觉得 怎么说呢 西方想不到的很多东西 其实毛泽东绝大多数想到 但是西方人没有想到 或者没有提升到的那种境界 毛泽东得到 当然因为时间关系来 不可能展开讲 将来再有机会 咱们可以上任务 做深度的教育 总之吧 这个红色管理上 它是个完全的情形 其中我觉得 最值得力学的 就是这个毛泽东的管理哲学 这就是思考方法 功务方法 另外呢 它如何代表呢 它如何用这三话 这三话 起研中 或者说管理者 起研 这样或者说任何管理者 都可以从来继续之后 都可以直接用到自己 管理中的实验中去 这几年呢 反正因为 其实我也在部队 做这个普通的管理者 原来部队不是专门搞的 所以我也是在实践中 也特别是在学了西方的管理理论 从中国古代管理理论之后 自己用了实践中 在工作中慢慢解回到 其实相比一下还是毛泽东的最好用 所以反过来 再重新去认识毛泽东的管理思想 那么 我有一些新的认识以后 也希望和更多的朋友来共同分享 所以这些年呢 在不同场合 想讲这个 毛泽东的军之道啊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这个方法啊 大概这里面 大概也讲了两三百场吧 我觉得很多企业家 听我的讲课以后 特别是在下面的交流中 大家都感到大开眼镜 受那么启发 而且应该说 诱发出了大量 重新认识毛泽东 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兴趣 你像我们去年曾经 不是去年 前年 曾经带了一批写家 就是叫追随伟人的足迹 就当毛泽东当年战略过的 那些 像现在叫景点 当时是他的战略过的地方吧 沿着毛泽东走过的足迹 然后学习毛泽东的管理思想 比如到韶山 就是什么 伟人之初 伟人成功的人格因素 到景岗山 学艰难起步 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到古田 学领军之道 因为毛泽东的领军之道 是什么年初形成的 年会初 它是个标志 标志的毛泽东 他的战略思想的形成 到军议 学反了迷胜 到延安 学习法宝 到西北坡 学决胜前女 到北京 学胜利之后 这么带着起人家走 在以后 我发现 反正我们带着古民警 古有钱还很少 主要都民警 走线以后 很多人发生了非常大的 就是由不认识到 到达认识 由了解的比较 浅浅 或者说浮浅 到最后 不但有认识 有理解 而且用到自己的实验中训 取得明天使教 有很多体会 而且反过来去宣传 我也经常觉得 我说 我也经常想这么一道 就是 我们今天让大家 去学习 马拉斯主义 学习冒龙思想 我们排养 在新世纪吧 排养 这个 武神医科技世界的这般人 我们靠什么方法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按过去的一种套论 效果比例很好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套论 是用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从我们的学生对象 他感兴趣的问题入手 从他遇到的困难问题入手 引导他去学习 马拉斯主义 和我们这个大学里 就是这个这个 当史课 包括思想品课 课 这个教育方法的失败 教育的失败 有直接的东西 就是你讲的那东西 让他倒背口啊 即使好东西啊 山上海的东西 保任你还得加工好才行 你还得 让他 就引导他去用这个东西 我相信这是真的 在用的过程中 他就觉得 重新认识这个东西的价值 他认识了价值以后 他反过来就会认真的学 只要学了 学了以后才会用 用了以后才会引进学之力 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思想观念 他的立场都会发生变化 我觉得 我也相信 通过这个过程 有更多的人 会重新认识马克思 重新认识马克思 重新认识 我们不能打的这套成功的秘诀 从中继续领养智慧 既把我们中国的社会建设事业 推向前进 把我们各个单位的事业 推向进一步的成功 同时 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相信 这些人本身也会发生变化 也会成为这些问题 新世纪的 或者说真正的马克思 领养智慧 我就先讲这么多 大家有什么问题 谢谢 谢谢 《量券》这种剧品应该说排的还是不错 我也看了好多变腓 而且据我了解很多企业家 他把这个量券在他公司一遍引发 希望他的员工都有一种量券精神 为什么呢 因为企业建设太激烈了 他非常希望自己员工都有那种 逢低低量券 敢打必胜 命运顽强 不像任何困难低头 需要这么种精神 他用这种精神被员工所真正吸纳了 接受了你这个企业才有强大的竞争力 才有好的效率 量券刚才说的他确切实实 他别着夸张的去描述了指挥员 特别是省令省长 个人的人格的特点 或者个性的特点 对军队作风的影响 确实有这个问题 我是这么看到 这是省令省长 他的作风 不光是省令省长 你让个现任省长的作风 他个人性格都会对部队所长的影响 而且手认手长的东西 因为他作为这个部队传统的东西 会传要更多 因为每个部队都有一些 关于自己的老前辈 那些老领导 他们的一些 其人意识 实际上作为那个 比较经典的留下来 那么这个传下来以后 他确实对后人就很大影响 其实不光是我们在讲这个 西方的关于这个写文化理论 他也特别强调整个传说 整个那些模范人物 他的那种示范作用 因为说你的里面这种东西 他只有通过具体的人物 视力 然后才能把它写 才形象化 才能让他感到可 可亲可感 好学管用的东西 所以他也特别强调 通过这个 进行传统教育 宣传历史上的一些 连用一些情人意识 来把一份精神 传承下去 让更多的人 理解这些所受到感染 这是 就是他确确实实是存在 客观存在 就是老领导 包括历人领导 他们的心想作风 性格特点 都会对部队的作风 还是影响 但是我也重新认识 这个观点 就是确实计老师 打造战斗力 他不是靠个人为力 如果靠个人为力 国民党的有没力 在运用的事 国民党的拥有的 在运用的不少 那日本人更不用说了 共产党的队友 他不是一个 就是好像都是 李永龙一个人 他弄得队伍 你包括 你说做拿亮剑里面的三个人 我们的三个团长 孔杰 还有那个丁梅 其实那个 他未必有 李永龙弄得心 但他的队伍 也通常 当然也打审仗 也不是 就李永龙有打上其他人 这都不行 公安上带兵 不是靠个人 相反的 这恰恰是共产党的带兵 和 传承者带兵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传承者带兵 更想要个人的 做我们个人的魅力 包括现在西方的传承者带兵 也比较策务 而共产党当年 他更多的靠组织 靠思想 这个思想不是你这个领导一个人的思想 是整个党的思想 整个军队的思想 这个组织 你个人当然只能发挥作用 但更多的还是你个人要输身的组织 所以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可能打开架 毛红他是一掌套的一起 来打造的 对吧 而不完全是靠 一点 各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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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 演员 也是作品吧 为了变得好看 为了变得 大家有一个观众 上作率 收视率 要编一些故事 但是呢 我们看的人呢 也可以从中受到很多教育 很多启发 但是大家要记住故事 毕竟是故事 要想从故事中去得出一些 非常准确的结论 这是有难度的 也不是完全得不出来 是有难度的 所以 如果想真正 想从历史中 从杨史迅治去看广影的话 还应该看一些 更耐实的东西 就是 包括听一下老公的小英雅 看一些 当年这样的文明网 我觉得那里面 还有更多的营养 甚至更接近真实 这是全一全一 魅军夫的宗旨 建民宗旨 这是我们军队管理 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 劳军军队管理的体系 这个体系最核心的 就是他提出的 全军队为民族的宗旨 按照毛龙洋话说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 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营养 都具有自具的军力 他们不是为了少数人或狭隘 就在私利 而是为了全民的利益 为了人民的利益 而结合战斗的 仅仅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全一全一为中国人民服务 就是这个军队唯一的宗旨 然后在这个宗旨下 这个军队就具有一万无限的竞争 他要压倒的陷阱 而军队也得有所欺负 在这个宗旨下 把这个军队具有良好的内部的关系 和外部的关系 在这个宗旨下 这个军队也写特了一整套 灵运战争的战力战争等等等等 是把军队管理的所有问题归在宗旨下 认为都是用宗旨设法的 所以解放军从历史上 毛红上线队上打出了这些 公民的武装 人民的子民 为人民牺牲这一波 打的就是个口号 你看上线队上打的连刀斧铺起来 就表明我们的军队 那么到今天为止 据我了解 新战争主任的第一课 宗旨教育 也是讲全学人的宗旨 但是我认为你说的另一种现象 也是存在的 就大概三十年以后 对这个历史 对我这种历史 对我们这些光明传统 大家会有一些 就会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 我不说别人的认识过程 就拿我自己来说 今晚我也是当了 从当军队到现在四十年以后 当我现在已经 也不是显力的 我可以说了 刚当军的时候 讲这个宗旨 那是印象非常深 因为如果一天就给你讲这个 对这种宗旨的管理 也非常熟悉 因为我们就整天生活在这个体系中 但是改往初起 我也明瞒了 也就是说 当时引进国外的新军技术系统的管理 特别是新军的管理 因为我是个管理者 也学国外的管理 陛下也是学了大声音乐 哎呀好多东西 目前已经说过了 也是非常认真的 想西方学管理 这个而且呢 试图把它用了我自己的管理 实验文区 但是也是经过正法两方面的 自己的教训 有成功的 用了好的 但是也有一些 用的过程中发现不是什么回事 恰恰我觉得经过正法两方面 今天教训 经过这些对比以后 是我重新认识了这套人的教训 特别是看了西方 因为东西啊怎么越讲越想毛泥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促锁了 做一些深入的思考 做一些认真的深入的对比和人籍 所以让我重新认识了 我们军队与他们的价值 包括人民军队宗旨的价值 我想我自己有这么一个认识过程 有一点 我的这种经历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 就是很多人呢 对这些东西啊 尽管讲了很几十年 但是老讲老讲反而没感觉 老讲呢 你把这大回事 但是呢 你经过正法两方面 你今天教训的对比 经过和国外的 一些各种的官员的对比 我觉得对比中更有一个事 所以我想 对毛泥子它有一个价值 包括你说的列军队宗旨 一个军队要靠宗旨来引以进行提升战斗力 而不能靠钱 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会认识这个观点 当然每个人的 他的这个认识的程度不一样 他觉悟早晚不一样 但是我相信 这个实践的发展 大多数人一定 如果是咱们实践简历真理 这个实践一定 会有力的促进 大多数人认识的提升 或者说 某种上认识的会议 至于你说的个别人的地方 正如今所光讲的钱 实际上是一种偏差 我认识是一种偏差 因为起码我们不对 绝对不会内部文件 绝对不会这么写的 我们内部教育也绝对不是方讲钱 还是一些个别的偏差 个别的偏差 我想随着 这个这个 从上到下 认识的语解提高 这种偏差是可以给他做的 这些语解 这些语解 价值观认识是搞得非常多 有一个 不说主流的吧 反正是被很多人认可的 就是人度自私的 既然人度自私的 人度是女性的 人度是手最好的 个人物质利益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管人只能是大王家伙 但是实际上的 这个人度自私的理论里面 它把 我就有一个核心的观点 它给人用错了 或者说 给它偷换一个概念 就是把人是自利的和自私的 把这两个概念给人混乱 人的行为是由动机制备 动机是需求 是需求和外界条件结合的场合 就是人做什么都自从需求出发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 可以说人是自利的 但是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 人的需求是后天形成的 一个人的需求 你比如说 我需要为社会做贡献 它也是一种需求 我希望为他人 为我的子女 为我的亲人 是为更大范围的群众 做好事 做奉献 它也是人的需求 你总不能说满足这样的需求的行为也是自私的行为 也和那个坑蒙管片的行为完全是一样的 那你就通放概念了 所以人都是从自我需要出发的 它是需要智慧的行为 这个是不错的 但是不能得出 因为人都从自我需要出发的 所以人都自私的 自私主要是想 如何处理个人和他人 个人和集体 个人和这个国家社会的关系 这是人性的自私 你在满足你个人欲望的时候 你侵犯了他的利益 损害了社会的公益 那你是自私的 相反 你从需要出发 比如说我限制 你说它也是一种需要 我做热心社会公益事件 你总的说这也是自私的 那么再讲到 把这两个概念分开以后 再讲 我们企业中 依然提倡什么两年 大家会发现 那些一流的企业家 其实他提倡都是什么 提倡的恰恰都是 对社会 对他人 你像松下幸福住 还有我们现在特别推荐的 道路和风 你包括像西方管理的大师 比如邓渝克 他们的做到中多多次提出 一个企业家 怎能把社会做到 那就要提升静静 企业家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可能是为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 但是当你挣钱 挣到一定程度了 你挣的钱 自己一辈子 甚至你的家人 几辈子都花完的时候 你为什么还要挣钱 金钱大 他最后都是符号的 你比如说 不要盖词吧 不要盖词 挣了那么多钱 你看他都借鉴了 是个公益事业 他自己给自己的子女留着钱 是非常数量 非常有限的 确确实实 对于这些大货化来说 钱最初是个货化 他没有 他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利 或者说 他个人的那些需求的 那个各种变化 那么 这个变化过长 我觉得 怎么来实现 就是刚才说的 怎么让他一开始 只考虑个人物之利 逐渐的迫动到 为社会 为大众 为他人 我觉得 大家可能现在有一个 一个酱菜 叫李锦记 李锦记是一个 这场香港的一个 一个企业 李锦记的老板 写了一本书 叫 思力及人 思考的思 利益的利益 及格的及 到达的位置 人 我觉得这个概念 非常好 每个人 他是要自立 他要满足个人的需要 但是你私利 你怎么才能达到 你的目的呢 好好为社会服务 就是一开始说的 咱们听说的 主官为自己 客官可能为社会 你不为社会 不为社会做贡献 不为顾客服务 不把顾客创造出来 让他愿意花钱 买你的产品 买你的服务 你想发财 没门 你看我空空管片 那个是不能长久的 所以你要想思力 必须要及人 小心考虑 你能为别人做什么 能为顾客做什么 怎么为他们好好服务 这是第一个阶段 再往上的阶段 应该是思力 这不是这么的 应该是思力及人 这时候呢 他已经不是考虑 为我个人什么的 而是思考如何 为更多的人服务 怎么让更多的人 从中受益受惠 就是一开始 私力可能不及 然后到私力及人 到最后私力及人 他都有一个整个过程 你让他一不登天 马上就大工无私 马上就毫不利益 专门利益 不可能 其实你包括 你像红军当年 毛泽东动员的红军 那个苹果农民 参加红军的时候 一开始动员 考到什么呢 打土豪分田地 你看打土豪分田地 打土豪 马上就分一分 分田地 家里有地主 有饭吃了 这都和个人与有关 但是当红军 当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咱们他为什么当红军 他在说 大家延持 几方军全民谋 为什么呢 他发现 不把丁路老财打倒 不把这个反弄政府推翻 那这个老师其实很能量 你分的东西 还都给 还可以交回你 所以必须把这个反弄政府推翻 才能把自己最多利益保持住 所以他就说 这不是完全 眼睛真的个人的利益 那么 当红军一年多以后 经过战斗考验了 警务提高了 入了党了 你问他为什么当红军 这时候才能讲 为世界上跟他同意 他的经务提高也有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 讲提高经务 应该讲两句话 第一 人的经务是可以提高的 是变化 是可以提高的 第二个呢 人的经务提高有一个过程 他不是一下子提高的 所以 这由此我说什么呢 我们对毛组朝管理 以思想教育为主的一朝管理理念 应该是要有信心的 应该有信心 第二个呢 也不能抱奢望 还要从一点的作息 扎扎实实的 通过一步一步努力 通过长时间的思想文化建设 才能最后达到你的效果 我看还有一个比较贬任 我记得我刚开始参军的时候 还穿过那个最早合理武士的地方 就是红领堂和冒灰 后来这个军装呢 就是越来显示 本来那一套军装呢 实际上是非常体验官兵出场的样子 后来的官兵之间的差距就越来越明显 我觉得军队内部呢 解放军的战斗力 当然就是说 毛泥创造了一整套的这样的管理思想 当然起了很大作用 但其中有一套就是 军队内部的这种行政关系 包括这个军队内部的 军队内部的军队主导 还有这个国民军委员会 和直接参与到 连任的管理这个其实对 部队的这个战斗力 和这个部队的团队精神 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现在部队这个等级化 越来越明显 内部的这个差距也越来越大 那么现在的火力干部也很熟 那么现在的民间呢 有很多人就会担心这个军队的 军队的战斗力 军队的团队力 不知道 你刚才说的很多这些 毛泽东呢 他的关系思想是一个情绪 冠军一致 就是军队内部的团队 包括军队的军队 军队和劳补性的团队 基于依靠民居 包括他的这个民主关系 这都是他关系思想 非常有特色的 我刚才说的 毛泽东思想的主体呢 那就是宗旨 然后是思想建设 总体建设 但是其他的都在体系内在的 就是内在联系的 不可缺失的地方 这些东西呢 在心思之下 应该说 从表述来说 从文字表述 像《政兵条》的表述来说 从这个首长的讲话来看 从各级领导军队的讲话来看 也一直在一起 从来没有说 咱们不平等了 从来没有说 咱们不搞军事民主了 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但是呢 这三十年 咱们实际俗事的说 确实实是 对他的认识 是出现了一些偏差的 就是 在心理情况下 当我们发生过去的错误 当时宗旨开放 当时市场这些大环境 当全球化的大别人一下 我们如何认识 我们的过去的环境 照办法也不行 你又说 兵有军权制 你多搞军权那里面 不搞军权 搞军权以后 你怎么来处理这个 在保持 在军权制的情况下 还继续保持 过的一级的光级残酬 这都是新问题 对于这些新的问题 这新下出的问题 有不同的看到 有不同的认识 甚至认识出现一些过程 就是说 一开始就知道了 后来 有点偏离了 然后最后经过实践 再重新认识 我觉得就是非常正常的 包括你刚才说的 这个 就是 很多社会上的朋友 担心 就是直接的 光约传统 你把传统丢了 后你将来 如何打胜仗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也都是对军队建设 很担心 就大概是好意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些 咱们朋友关心 从各种渠道 去影响我们的军队 包括影响我们的渠队 以及上层 也是一种 很好的提醒 提示 但是我相信 这个 军队的绝大 就是通过一些 正方的经验 绝大多数军队的指导员 对我们的传统 会有一个更全面的 更深刻的认识 这个 就是 可能要有一个过程 这个更全面 更深认识的 就是在新鲜的下 哪些东西 对我们常常 哪些是最精神的东西 而哪些 只是形式上的东西 可以做改变的东西 麦根本都会有些认识 当然这个认识中 可能也不排除 就是因为 打一口又丢了 遇到这些新鲜的问题 大家 回忽来反思 不排除这样子 也不排除 我们新引进西方的东西 好的留意什么 不好的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常常也不能这么做 这么做和其他的东西 是排斥的 和我们根本终止 和我们根本性质 是一个唯一的 然后又把它放弃掉 我觉得 就是 怎么说呢 认识争论的 都会有很多过程 是这个 但是我相信 只要是好的东西 它的价值 终究会有一定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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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